马来西亚是在哪里呢? 是在新加坡里面吗?还是在泰国里面呢? 很多人都以为马来西亚人有地震,有火山爆发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Anstreet的频道 几年前呢,我是圣语文廷哈的 因为有看我youtube profile都知道呢 我是有去过纽西兰打工假期的 那时候呢,可是我辉煌的时期呢 哇,一年呢,认识了一百多位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朋友,you know? 有这个台湾啦,香港啦,Australia啦,纽西兰啦,英国啦,还有Argentina的朋友耶! 而且呢,我认识这些朋友呢,是来干嘛呢? 就是我们呢,会有做这个Cultural Exchange啦 会知道很多这个,呃,他们外国的这个文化 然后他们也可以知道马来西亚的文化这些 所以呢,真的是非常的兴奋的各位 可是呢,就是有一样东西呢 我觉得这个呢,是我一直以来很想拍的这个影片来的 我觉得呢,有必要马来西亚人呢,是要知道 外国人也是需要知道的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呢,就在我做这个文化Exchange的时候 我发现到呢,他们呢,对马来西亚呢,都有很多很多的误区 Well... Hi, I'm from Argentina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Malaysia Malaysia 这个呢,就是我经常呢,遇到的这种场景 所以这一个影片呢,就是呢,讲 关于外国人呢,对马来西亚呢,有不为认知的五个误区 而且呢,这五个误区呢,是马来西亚当地人完全想不到的东西来的 真的是完全想不到,你真的是完全觉得 Oh my god,真的是外国人对我们有这种误区吗? 马来西亚人千万不要去碰外国人 也不要去怪外国人,你懂吗? 因为呢,这个只能说我们的这个马来西亚的国际的形象呢,做到没有那么好 所以呢,外国人对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呢,还是有点点的陌生了,ok? 所以今天如果你是外国人的话呢,你呢,拜托拜托一定要把这个影片看完 就算你不是外国人也是马来西亚人呢,可能你都会有一点点的共鸣 因为可能呢,你也是有遇过这种情形 然后呢,我今天呢,去帮你们平反一下这五个误区好吗? Let's start 哦! 那么第一个马来西亚人的误区呢,就是呢 他们会认为马来西亚是不是一个国家? 哇,我跟你说,你一定会觉得,哇,这个很过分耶 什么马来西亚不是一个国家哦? 那,真的,有外国人呢,确实会认为马来西亚呢,是一个国家的州属而已 或者是一个小区罢了 就比如说,马来西亚是在新加坡里面吗? 还是在泰国里面呢? OK,这时候呢,我知道你有点疼了 因为我也是有点疼了, you know? 然后我就跟他说,不是,马来西亚呢,是在泰国跟新加坡的中间 OK,马来西亚是一个国家 需要拿着一个地球出来, you know? Google map让他看清楚 这个是泰国,这个是新加坡 我们马来西亚就在这边 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外国人呢,会以为马来西亚呢 是有这个春夏秋冬的 我经常呢,就会被问到,你们没有冬天了吗? 你知道,马来西亚人去到外国有那种四季的,会特别的兴奋啊 看到雪会特别的,哇,特别的海 因为马来西亚呢,确实是没有四季的 反正呢,马来西亚呢,是四季如夏 我们呢,只有分呢,非常夏天跟没有那么夏天 干寒跟这个下雨 那么干寒呢,你千万不要想着是那种 Camarao, you know? 是那种,那个地会烈的 不是各位,OK? 干寒只是呢,没有下雨的时候呢,它的温度呢,比较高一点 然后呢,马来西亚呢,也是没有天灾的 很多人呢,都以为马来西亚人有地震,有火山爆发 有海啸这些,答案是没有的 因为呢,根据呢,小时候我读的地方研究呢 它说呢,我要搬这个月球出来 不是,其实这个是月球啊,不是地球 但是它是原型,所以我就拿它来做一个 example 因为呢,马来西亚呢,是位于零度的这个维度 high touristy wow, oh my god 我连以前小时候学的都搬出来 所以呢,马来西亚的这个地理位置是非常的好的 所以呢,马来西亚呢,其实是一个CP值很高的国家咯 那么第三个误区呢,就是呢 他们会误认为呢,这些产品呢,是不是马来西亚出产的哦 打个比方说,他们以为Bakutteh是新加坡的 他们以为Laksa全都是泰国的 所以呢,这时候呢,我要帮马来西亚平凡一下 其实呢,肉骨茶呢,是巴生出产的 clang, you know,clang 然后呢,Laksa呢,是我们的,you know,是我马来西亚的 当然啦,我很明白啦,有时候马来西亚人呢,自己可能会搞不清楚 那个东西是不是马来西亚出产,就好像我这样 说实在话,我真的是有一点失败在这方面 然后以前呢,我一直以为那个highway的油中树是野树 第四个误区呢,就是呢 马来西亚呢,其实呢,是一个多元种族国家 我们的国人呢,能够超多种语言 而且马来西亚呢,并没有一个很马来西亚语这个东西的 好,这个呢,我就详细解释一下 我们有马来人啦,华人啦,印度人啦,还有少数民族啦 比如说一般人啦,sink啦,这些 马来西亚人呢,一定要会的就是英文跟马来文啦 马来文呢,确实是马来西亚的这个官方语言啦,ok? 所以马来西亚人呢,都一定要学习马来文 所以如果你说,强硬要说马来西亚语的话 我只能说马来文,可能就是马来西亚语 马来西亚人除了能超马来文跟英文之外呢 其实马来西亚本身的种族呢,我们也会有 懂自己的这个官方的方言啦 还有自己的母语,ok? 比如说华人呢,懂粤语啦,懂中文 懂物件话,潮州话,客家话,海南话 马来人呢,就会懂印尼的马来文 还有马来西亚的马来文,两个国家的马来文是不同的 可能印度呢,就懂得 Tamil,还有 Punjabi 就是连印度里面的印度文呢,都有分很多种的 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能超这个多种语言 那么第五的误区呢,就是呢,马来西亚的明星 很多外国人呢,都会误认为呢,当地的明星呢,是当地的明星 如果马来西亚的这个明星呢,去到外国发展的话 他们会误认为呢,这个马来西亚明星呢,就是外国的艺人 打个比方说,梁静如,他们会以为梁静如就是台湾人 因为梁静如去了台湾发展嘛,出了很多台湾的专辑 真的,因为我老公呢,完全不知道梁静如其实是马来西亚人 你们呢,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呢,可以呢,留言呢,告诉我 然后呢,今天呢,我已经呢,帮马来西亚人平反成功了 我希望这个误区呢,会逐渐被解开 然后呢,大家呢,也不会这样子去问马来西亚人了 因为毕竟呢,我觉得这种不为人知的误区呢 马来西亚人听到了之后呢,其实是会蛮伤心的 那么各位,我的影片呢,就这样子结束了 那么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就like,share,comment啦 还有subscribe andstreet 然后记得打开个币的小铃铛啦 我们下个影片见到各位,再见,sayonara,飘走,ciao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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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cid 对 陌灵 Depois 对 列